华联区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22号晚间举办志工之夜 感谢许多志工热心参与扫街和路口拜票行程 也在各乡镇成为张美慧的分身 协助宣传政见争取支持 而张美慧亲自颁发志工聘书 表示最后的50天要和乡亲一起成功达标 华联区立委参选人张美慧 22号晚间在竞选总部举办了志工之夜活动 很多民众不分行业不分阶级 都主动担当了赖清德和张美慧的志工 陪同候选人扫街 路口拜票 也成为张美慧的分身 在各个角落来协助宣传政见争取支持 他来带领我们花里的乡亲 来挑战这个大狗王 但是这个公不义的人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站出来当他的后部 你就可以看着大前卫 他就会在他就会去看现场 然后会去尤其是生脏协会的办法 美慧是每一趟每一趟的去 对我们看在心里我们很感动 我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菜瓜布 因为啊我们都拿起这个菜瓜布 把我们的花莲那些不好的 什么花莲果啊把它刷干净 将美慧亲自颁发志工聘书 感谢乡亲的热情支持 而最后50天要和乡亲一起努力成功达标 谢谢大家给美慧力量给美慧支持 这一路走来其实没有那么好走 但是我只要看到大家 用很鼓励的眼神看着我 我就觉得很感动也很受用 就是说这么多的人支持 这么多人愿意 用自己的时间一起来成就这件事情 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 那我们要胜选 那大家一起做同一件事情 这样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我只要看到大家 对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的表情 跟眼神 我就会觉得 再累再辛苦 就要不管就是继续往前冲 继续往前走 那我们都是一心想要花脸好 我们都希望花脸会更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支撑下去 那剩下50几天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的 而且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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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大队长郑慧云 副队长林怡真表示 希望有更多乡亲 能够加入支持张美慧的行列 让最温暖最坚定 最认真的张美慧 可以为乡亲 创造惠不一样的新花脸 介络会欢迎视报导